你知道在延平的街头上漫步的我 满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 我当时在想 怎么有和延安这么像的城市 同在两世穿行过的我 仿佛来到了平行时空一般 感觉呼吸道的每一颗粒子 都随着这两世共有的这个延字 扩散了开来 那两世的共同点都有哪些呢 第一 两城的城区部分 都是沿着三条河谷铺陈 且在最繁荣的地方交汇成了一点 形成了一个标准的三叉形 第二 两世的共同点都是地少人多 单位面积内人口密度是相当的大 第三 两世的主要景观 都集中在河流交汇处的周边 延安的是宝塔山和清凉山 延平的是九丰山和玉平山 不过由于周边环境的不同 相隔千里的两世 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且听我在延平区的三集节目中 细细地讲来 大家好 我是刘俊岩 本回我来讲讲 原南平市的驻地 延平区 如果评选出一个古敏地 内陆水运条件最好的地方 那我首选延平 地理圈的人都乐到于这样的说法 浙江出于乾塘 福建出于敏江 这两大省份的名称 都与这两条河流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乾塘江的古称为浙江 而福建这个名字 取的就是明代敏江流域的两大府城 福州和建州 而敏江的重要节点 就在延平区 如果把闽江流域 比作成一张巨大的扇面的话 那么沙溪 富屯溪和建溪 便是三只扇鼓 它们全部都在延平区的境内汇聚 而这只扇饼的起点 闽江的零公里标志 即为延平市的市标 建溪与西溪汇合之初的 双剑化龙城市雕塑 初次看到这个雕塑时 还以为是水文局 测量水位的标尺 从下方立柱 被河水浸泡过的痕迹 就可以看出 如今正处于枯水期 还是风水期 如果把镜头拉近了瞅 会发现 雕塑的主体 是由两部分组成 表面光滑 散发出金属光泽的外部轮廓 如同两把宝剑的剑锋 碰抵在了一起 下方 呈等边直角三角形 两处雕塑的侧方立面 贴有双龙土珠的凸板浮雕 每条龙都呈公字形 盘旋于空中 试图在两件相遇时 金光乍线 迸发力量 没错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雕塑 它的上面 蕴含着一篇在明北 无人不晓的七美传说 它贯穿着两个朝代 春秋和西晋 相传于春秋时期 欧爷子的女婿 女儿 干将和墨爷 接到了一个 为楚王铸剑的命令 规定期限如炼不成 将引来杀身之火 眼见期限将至 炉中的温度还是难以融化 被视为宝剑灵魂的金铁之精 为了丈夫和儿子活命 墨爷按仙人的指示 纵身跳入炉中 最后宝剑得以铸成 一雄一雌 命名为干将和墨爷 为了追念王妻 干将只把干将剑 撑给了吴王 而撕藏了墨爷剑 后来 吴王知道了这个事情 誓言要杀掉干将 夺回墨爷剑 正当干将走投无路之时 墨爷剑飞出 并化身一条白龙 鹤退了众人 瞬间 干将与吴王手中的干将剑 也一并消失了 这件事过后 炎平津的水面上 出现了一条独自徘徊的白龙 除了帮百姓呼风唤雨之外 他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莫名的张望和等待 转眼到了西晋时期 斗牛之间常有紫气冲销而起 朝廷众臣张华通晓义礼 深知起义 于是便邀请善观天象的雷焕 共捕吉凶 得出的结论是 紫气其实是宝剑之经 来源于豫章封城 今江西宜春封城时 为了探寻究竟 张华就帮助雷焕 补得了封城县令一职 以便找到紫气的源头 雷焕到刃以后 在监狱的地基底下 掘出了一个石函 石函出土后 霞光四射 打开之后 果然发现有双剑并列 沉于其中 可是雷焕仿佛不知道 这两把剑代表了什么 于是把干将剑给了张华 墨爷剑留下自配 张华收到剑后 一眼便认出了这把 就是遗失了数百年的传说之剑 干将 便马上致函雷焕询问 墨爷宝剑的下落 称之两把剑不能分开 且终将复合 后来张华被杀 干将剑也不知去向 而墨爷剑则被雷焕 传给了儿子雷华 有一天 雷华去建安郡办事 当他路过颜平金的时候 腰间的配剑突然飞出 落入到江水之中 谁知 封存于墨爷宝剑之中的 正是墨爷的丈夫干将 此时他听到了白龙 墨爷的呼唤 化身为一条黑龙 两龙跃出水面 向雷华制泄后 便双双潜入水中不见了 颜平金双剑化龙事件不久 这里来了一对 记忆超群的铁匠夫妻 他们只造农具 不造兵器 乡民们认为 这对夫妻 就是干将与墨爷的转世 后来 颜平金也被称为 剑金 剑州 因与四川剑州 家与区别 于是改称为南剑州 至所谓剑谱县 今颜平区 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 来讲述双剑化龙的传说 是因为 它是颜平区历史的主脉路 不知道这个故事的 会看不懂城市中的诸多信息 延安有宝塔 颜平有双塔 它们都屹立于河边的山脊之上 不过 在南方山上 茂盛林木的遮挡之下 这两座塔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被发现 我根据导航 来到了已经被开发的西塔的脚下 却发现前方已经无路可走 打听当地人才知道 想要登上西塔 需要绕到九峰山 由于不想折腾 于是选择就近在塔下 西塔隧道的石阶处登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登上了九龙岩 可见 就是修塔工匠的艰辛 现在的山顶豁然开朗 一条平整的石板路 招呼着游人 前来感受南平的古运 虽然南平自东汉建安元年 设县以来 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 可保留下来的古迹 却寥寥无几 为九龙岩上的西塔 和屏风山上的东塔 依然能够碰触到岁月的痕迹 南平双塔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为八角七层 楼阁式石心石塔 每一层的八方立面上 均挂有一块人物 瑞兽 或是花草的浮雕 用来取代一般宝塔的原创 或是佛刊 这些汉白玉浮雕的下方 都有一块突出的石块 用于托举住这些雕刻作品 以免年久脱落 两座塔深的大块石砖上 均刻有名才永步 文运辖畅的文字匾额 希望能用这两座塔 来寄托岩平府 观身世民的美好愿景 两座塔的样子大同小异 不同的就是 未开发的山坡上 东塔略微高大一些 且最大的区别在于塔叉部分 西塔为葫芦形塔叉 东塔的塔叉上 覆盖着一口铜钟 叫人想起了西游记中 太上老君的两样法宝 说到两座宝塔的作用 明代内阁首府叶象高 撰写的《双塔记》中描述到 郡前东西西 交流直射 风气宽散 人文恶色 直此之故 一见一浮屠于九龙山之巅 以收东西之水 又见一浮屠于化龙阁之前 以收西西之水 两水会合环绕郡之 于行圣大壮 当必有兴者 可见他们是一对风水塔 数百年之后 南平的民间又盛传着另一个传说 上游的两条溪 建西和西西 流到南平后 会合成敏江 好像是一个人字 在江边建的两座古塔 好像在人字上加了两点 构成了火字 因此 南平城亦发生火灾 五十年代 在敏江上建造了铁路桥 在火字上加了一横 变成了灭字 用此种方法来去除灾厄 听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好了 延平区的上集节目 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集将继续前面的内容 讲一讲南平市 搬到建养的原因 希望到时候来收看我的节目哦 优优独播剧场收剧场 收剧场 收剧场